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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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主持人大家好 有同學在網路上問到說 我可不可以讓很多的神明認義子 也就是說我可以認很多的神明當乾媽乾爹 可不可以 那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就像我們的人一樣 像我個人講我有兩個媽媽兩個乾媽 對不對 所以有元分那個元分天生死人 你跟他三輩子結這個元下來 又有那個母子的元分 當然可以認乾媽乾爹 你那個元就沒有那個數目的限制 那我常常在看命盤的時候 看到父母說有左輔右臂 左輔右臂的左勇右霸 就是右臂又止多 所以你父母會很多 我就會勸他 你要多練這些乾媽 你不多練這些乾媽 你會變成爸爸媽媽會特別多 那如果你家家上有結空 有人看不到了 空了就封不到了 那我就會建議他 要去練神明當乾爹媽媽 那有左輔也是藍的 有右臂也是你的 那當然有藍你 當然有兩個以上 那這位同學也問說 那有沒有限制要練哪一個什麼 那個乾爹乾媽 那兩個神明 當然 依照命盤上先天的本性 天性 因為命盤是我們生下來的天性 自然 自然就會這樣子的 就是一個性 這個性的本性的性 就是自然的 自然天生的 自然而然 那你就是有很多的什麼 乾爹乾媽 有神明的乾爹媽媽 那你乾爹媽媽屬於 武器的 就屬於武將的 文的就屬於文的 對不對 當然 那個星座 一般性的 一般最風型的 最流型的 當然 在星座上面就會自然而然的顯示 你自然會去 可以練什麼樣的人 當爸爸 當媽媽 也就自然你也會拜什麼樣的神 練乾爹乾媽 有自然 那並不是限制 因為 硬帶走 在那個死因的時候 遇到哪一個 總是有些變化 自然會改變的 各位要相信 命 天性 是自然的 天生自然 可是 它可以去改變的 可以去改變的 並不是不會變化的 所以 我們放開心胸 我們學起順起 助然 這些同學的答案 我覺得很明顯 任很多神明 當乾爹乾媽 沒有問題 可是 這裡我要提醒 有一個重要的原則 要有主神信仰 當你有很多神要來保護你的時候 到時候每個神會推來推去 假看到魚在那邊 就是說魚會照顧假 就不要照顧了 魚看到魚在那邊 魚也不想照顧 到最後沒有人照顧你 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 你再認很多乾媽 最主要自己的媽媽 最了解你的 最關心你的 你一定有個主神 要主要一個媽媽 所以神明你要認很多乾爹乾媽 顧不反對 沒有問題 就每個人言論 可是你一定要認一個主神 這個階段 這個時期也許會改變 每個時期不一樣會改變 可是最少這個時段 最了解你的 最能幫助你的 最適宜你的本性 你的個性的 跟他相應的那個神 你要認為主神 有他幫你當家做主 為你做主的神 你一定要有一個主神 信仰這樣才好 那以上是我的建議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子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